Yo大家好我是小豬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木吉他的弦 木吉他的弦有不同的弦徑不同的材質等等 那今天先就材質的部分來跟大家分享 一般常見的材質有8020 Folster Bronze Steel Silk 之類的 那比較常見的比較常被大家使用的 通常都是8020跟Folster Bronze 好 那8020跟Folster Bronze他們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 我上網查了一些資料 8020它又叫黃銅 因為它的顏色有一點點黃黃的感覺 那它的聲音的質地是屬於比較亮 比較偏亮的 所以它比較不會跟人聲打架 那比較常拿來用伴奏使用 那Folster Bronze 零青銅 它又叫紅銅 因為它的顏色有點偏紅 它聲音的質地是屬於比較溫暖的 所以呢 比較多是拿來做止彈 或是做演奏類的使用 那其實我一直以來都是用Folster Bronze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之前用Taylor的時候 我也是用 Elixir的Folster Bronze 我就用習慣 那直到前陣子呢 我想說我這把瑪丁的那個 瑪丁弦我真的彈得很膩 然後我想說之前在Taylor上面有裝過 Jump Pierce的弦 我覺得感覺很不錯 我想說那不然先去買一套來試試看好了 就裝上去呢 哇 然後整個動態 整個頻率就整個炸出來 我覺得哇 超屌 真的超讚的 然後我就回想起 我們上次在台南做講座的時候 圖痕啊 就是有一位很厲害吉他手 他跟我講說 他都是用8020的木吉他弦 我說是喔 我們好像都是 比較多都是用Folster Bronze 他說對啊 好像大家都是用那個 但是我自己8020用的比較習慣 那其實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適合用哪一個 或是在這把琴上適合哪一個 所以我想說那不然我就 Order來試試看好了 然後呢 我就跟 台南的放輕鬆樂器的小賴老闆 Order了五包 這邊有Folster Bronze 跟8020的弦 然後他的弦徑都是一二五三的 我想說自己來做一個測試 然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 也請大家聽看看 自己喜歡什麼樣的質地的聲音囉 那我等一下會彈不同的Style 比如說用Finger的 然後用Pick的 就模擬我平常在演奏的時候的 一些彈奏習慣 因為我平常演奏呢 我常常是用 比如說 我刷一刷 我可能會換成Finger 所以我Finger跟Pick的使用 大概是 可能一半一半或是64吧 所以我覺得兩個弦 應該都會有它 有特長的地方 但我不知道哪個好 那等一下就來做個測試囉 OK 那廢話不多說 我先來換弦了 我會說一個組長的Modoum 我先 Commander 我會想看 選擇 一個組長的Modoum 是5組長的Modoum 是6組長的Modoum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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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